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她要去两年或者是两年以上 那你觉得多长时间的异地恋你是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最多半年吧 你觉得情侣相处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互相信任和互相吸引 那你觉得分手以后还可以做朋友吗 我觉得不能诶 那之前的男朋友都没有联系了 没有联系 你觉得男生和女生之间有纯洁的友谊吗 我觉得可以有 如果你再交男朋友的话 你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 我希望找一个高高的 有一点书生气的 那其实还是看脸呗 被你发现了 那你还相信什么灵魂伴侣吗 相信啊 但是这个人他不一定是恋人 你觉得谈恋爱应该以结婚为目的吗 我觉得是耶 而且大部分的中国女生应该都是这样想的 那谈恋爱和结婚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区别还挺大的 我是觉得谈恋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 但是结婚就是两个家庭的事 你希望在什么时候结婚呢 我希望在30岁左右吧 那你得抓紧了 对 不小心暴露年龄了 你们对爱情和婚姻有什么期待呢 在评论下方留言哦 告诉我们 拜拜 拜拜 分手 se séparer 分手 异地恋 l'amour à distance 异地恋 原因 la raison 原因 因为 parce que 因为 所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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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灵魂伴侣 l'âme sœur 灵魂伴侣 或者 物 或者 如果 si 如果 最多 au maximum 最多 最少 最少 au minimum 最少 男朋友 petit ami 男朋友 女朋友 petit ami 女朋友 我 我 j'espère 我 希望 我觉得 je pense 我觉得 我 相信 je crois 我 相信